從2021年11月南非現宗以來 已經席捲全球 是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它的傳染性比過去的病毒株還要強 因此傳播速度快 但是它所引起的疾病嚴重度 比其他病毒還要弱 若是已經完整接種COVID疫苗 甚至有些民眾已經接種過第三劑加強劑的話 就算被感染症狀通常是很輕微 然後甚至有三分之一是沒有症狀 因此無需太過憂心 專家指出對於完全沒有接種過疫苗的長輩 或是因為慢性疾病而免疫力低下的病人 如果感染Omicron病毒株 還是有可能會需要住院 甚至演變成重症或死亡 因此對於Omicron不能掉以輕心 值得注意的是 疫苗對於Omicron的效果 沒有之前好 讓很多民眾非常擔心 打疫苗又沒有效 施打疫苗也可以有不同的策略 像是多打幾針加強效果 至於打幾針之後 效果會到底不會再上去 這個目前沒有真實世界的資料 只有實驗室的資料 顯示打第四針抗體不會再上去 但是人體還有其他的免疫細胞 很難只用抗體去完全預測臨床效果 只有分析真實世界的臨床資料 才能知道效果怎樣 打完疫苗感染Omicron 跟沒有打疫苗得到Omicron的患者 那我們知道說 沒有打過疫苗的感染者 他死亡率是打過疫苗的十倍左右 所以風險是比較高的 醫師指出有不少民眾覺得自己不是高風險 想要順其自然直接感染Omicron 其實也是有風險的 就算是輕症也無法確認自己建立足夠的免疫力 對於新冠肺炎疫苗的施打 會不會有第四劑第五劑無限的追加呢 我想它的重點不在於疫苗的數字多寡 而在於面對新的疫情 我們需要次世代的疫苗 或是根據病毒的變異 我們要針對新變異病毒專屬的疫苗 很多人都在問 我們要不要打第三劑疫苗 答案是一定要 為什麼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的家人 特別是信賴的長輩 或者是小孩 英國最新資料顯示 無論之前接種的疫苗廠牌是AZ BNT或是Moderna 如果沒有施打第三劑 半年之後預防任何形式感染的保護力 會降到接近零 但是依然可以預防重症跟死亡 如果施打第三劑 再一次誘發我們的抗體 足以對抗Omicron 去預防任何形式感染的保護力 可達四到六成 這時候我也呼籲我們政府機關學術界 要以學術證據為基礎 多提出強有力的證據來支持 同時政府在國家政策上多做說明 來減輕民眾對多種多次疫苗施打的疑慮 若為施打疫苗的情況之下 身體狀況還好的話 建議還是儘速施打疫苗 那目前疫苗供應充足 而且多種疫苗可供選擇 年滿12歲的青少年 可以依規定時間 盡速完成接種 專家提醒疫情流行期間 建議盡量少到人多聚集的公共場所 避免不必要的醫院探病 聚會時建議佩戴口罩 保持手部衛生與社交距離 降低感染風險 TVBS新聞 張正安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